本届全运会羽毛球女单冠军20岁的王林最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也被大家看作中国羽毛球女单新衣姐的重要候选人 在晋级女单决赛的道路上 作为种子选手参赛的王林少赛一场 而他的对手王世贤在参加全部女单比赛的同时 还是江苏女队夺得团体冠军的主力 所以体能问题成了决定最后冠军归属的重要因素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王林这枚金牌的含金量 因为在决赛到来之前 被他淘汰的恰恰包括中国羽毛球的前女单一姐谢信芳 正是那场比赛之后谢信芳宣布退役 而也就是在那个晚上 国际雨连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单世界排名 王林高居第一 之前跟在长洲大事下也跟他打了决赛 然后之前团体赛也相遇过 都不是自己很轻松 所以不管是树云下来都是很很艰苦的一场比赛 所以之前已经做好特别特别充分的准备 20岁的王林 19岁的王世贤 还有水平同样出色的21岁的小将王怡涵 虽然谢信芳等老将在本届全运会后将要退役 但是三王的出色表现还是让我们欣慰的看到中国女单 后继有人 全运会举重比赛昨天刮起了一股破纪录的旋风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子53公斤级的较量 因为在这个级别上同时有两位世界级的选手同台叫阵 全国记录保持者李平和世界记录保持者邱红侠 李平是07年世锦赛停举与总成绩冠军 而邱红侠则是06年世锦赛抓举停举总成绩三冠王 不过在第一项抓举比赛中 邱红侠后两把出现失误 最终成绩为98公斤 而李平却在这个自己的弱项中三把成功 成绩为103公斤 抓举的超水平发挥给李平增添了不少自信 在随后的停举比赛中 他开把就举起了127公斤 这一成绩足以保证金牌到手 接下来在人们的惊叹中 李平又稳稳举起了130公斤和132公斤 最终以总成绩235公斤 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全国记录勇夺金牌 六把试举六把成功 凭抓举全国记录破停举全国记录 并在抓挺和总成绩三项上六次超越世界纪录 走下领奖台的李平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我是李平 我现在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 随便兴奋状态 我没想到我今天能够发挥的这么好 主要是我抓去发挥的好 抓去发挥的好的 我挺就比较有信心 成绩一次次被刷新 记录一次次被打破 女举姑娘们在续写着辉煌与传奇 北京台记者济南报道